Yummy, Yummy, Mommy 那我們的步驟是怎樣的? 首先當然要先找個鍋子 這個鍋子很帥 Paris,你真是一隻龍蝦和龍蝦 留一塊肉給我就好 它每一粒飯都充滿著海鮮的湯 你吃下去的感覺就好像 葡萄華贏了歐國杯 然後回到國家裡 每一個球迷都愛戴著你 一樣這麼熱情,這麼溫暖 美景,美人,美酒 我都吹了這麼多海風 我相信我那道葡式海鮮飯 都預備得七七八八 等我馬上回到皇家葡萄華 享用這頓飯和魚翅醉人美景 師傅,你現在教我煮什麼呢? 泰式海鮮飯 那我們的步驟是怎樣的? 首先用牛油,鍋子慢慢溶 這個洋蔥 洋蔥 要先包香洋蔥 飯要放進去炒一炒 要將米炒上少許 鎖一鎖牛油 然後再加一些白酒 這是白酒嗎? 然後再加這些材料 加一些椒和蕃茄 趁它還未溫 就開始要加這個 秘製海鮮湯 秘製海鮮湯 一邊煮,一邊鎖湯 要不停加進去 你現在可以試一試 未熟的情形是怎樣的 是否很難? 如果吃下去是 吃得很小的花生 對 硬的 但我已經吃到很濃的海鮮味 我們現在是沒得到海鮮 對 然後蓋子就可以在這邊 對,蓋子就在飯那裡煮 然後蟹 最重要是煮海鮮的秘密 就是煮了一鍋水 收小火,不要開大火再煮 然後夾起這一點 因為我們都要把它帶出來做裝飾 做製造 還有食物 差不多十分鐘後 就可以拿回海鮮湯 然後組製海鮮? 加蜆 對 最後再加少許芋 芋 有很多海鮮 不知道要吃哪種 有蜆 有蝦 好大隻 龍蝦 它的飯看起來很像意大利飯 好像很多汁包著 其實它比意大利飯多一點的汁 還有稀一點 我第一口吃下去 真的有蕃茄味 然後有青椒味 但原來藏在青椒背後 有一堆海鮮的味 很狡猾的海鮮 躲在青椒後面 而飯的質感是硬硬硬硬的 真的吃不吃口 它挺入味的 那些飯就不會太乾 現在要吃海鮮 這隻龍蝦有很多膏 最棒的是 那隻龍蝦是半隻吃的 很爽 一扯肉出來 就半隻肉吃光了 真的煮得剛剛好 龍蝦不會老 不會粗 現在龍蝦很爽口 還有一些汁 是龍蝦的汁 最棒的是 龍蝦在海鮮湯裡 居住了很多年 裡面居住了蟹 蝦 所以除了有龍蝦的味道 還有其他海鮮的味道 這隻蝦又是很爽 很彈硬 而且真的要彈一下師傅 它完全沒有超過 他們互相吸收對方的味道 我吃蟹的時候 就覺得龍蝦在貼著我 我吃龍蝦的時候 又覺得龍蝦在貼著我 你看到海邊 就覺得這裡是美景 沒錯 但是還有更漂亮的 就是遲下煙花節 就會這裡有得看煙花 所以這裡是美景上面的美景 你都想來王家葡萄咬? 在觀光塔站下車 再直接走進去就見到 你還可以玩完 MOMIPAY草鑽石 有機會贏到自助餐Q婆 在煙花會演當晚 來到王家葡萄牛 免費吃自助餐 想贏獎品的話 就快點關注MOMIPAY微信 知道吧